3.癌肿瘤 既然本有,为何还要检查? 如果说癌细胞是要命的,又是本来具有,那么我们是如何活过来的? 可见生死与癌细胞的有无无关。 那么,是不是癌细胞具生成癌肿瘤之后,就会威胁到生命? 如果会,为何有人得癌肿瘤却不发病?既不发病,怎会死人?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的有无无关。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长得不够大,可是有人癌肿瘤都长到二三十公分大了,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要长到多大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大小无关。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长得不够多,可是有人体检时癌肿瘤已转移多处,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转移范围要多大,而且也没有证据说,转移范围要多大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多挂无关。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长得不够高,可是有人癌肿瘤以上万,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指数要多高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高低无关。 综上所述,可见癌肿瘤的有无大小多挂,及癌指数的高低跟生死无关。 好,这一段一路讲下来,从癌细胞讲到癌肿瘤到癌指数,都最后的结论,简单的讲就是, 这些肿瘤都不会死人了,而且从癌细胞本身开始,人体一生下来就注定有癌细胞。 那有癌细胞,什么时候长出癌肿瘤,没有一个人知道。 但如果但是他是要命的,那这个就很危险。 从你生下来就要开始积极检查,甚至积极治疗,尤其西医一直鼓励人家,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那如果他都不会死人,这个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我们在疾病已衰老,要讲癌肿瘤之前,我们已经把癌肿瘤也归到异常形态,这个大家也知道。 那从疾病已衰老,几乎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从疾病已衰老讲的就是,人一生下来,不是走向疾病,就是走向衰老。 你不管是从体表来看这个人,或是从体内看到体内他的东西,这些所有的变化,不是老就是病,不坏就是这样。 体表是这样,体内也是这样。 所以仪器检查出来,也逃不过这两者。 那我们从疾病已衰老,就已经把它分类。 如果观察出体内的组织受损,那就是属于疾病。 从仪器照出来的影像,如果属于异常形态,那也是属于老化。 因为它不属于组织受损,那如果没有症或状,就属于老,那癌肿瘤就是既非症也非状。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到了第四期,他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哪一天年纪大了,偶尔去向台湾就会有通知书,叫你去检查。 结果一检查就中奖,说他已经什么癌末了,已经转移了,要赶快住院积极治疗了,类似这样。 那患者在心情郁闷下,然后加上想不开,有些就开始写医书了,所以很多是吓死。 那很明显的,癌肿瘤既非症也非状啊,那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被检查出,他命快休了。 你说这个医学有多荒谬,就有多荒谬,那很不幸,很多是被吓死的,你说癌不会死人嘛,又真的死了很多。 那有些是吓死的,有些是被这些破坏性的,把身体一点一滴的蚕死掉,把生命力也慢慢的啃掉。 因为他会消耗热的嘛,那这样生命力就慢慢走向终点站。 我是这样来的,那如果大家了解,哦,他只是一个异常形态,那也不用担心嘛,那异常形态会不会导致疾病? 我们也说,他既非疾病之因,也非疾病本身,都不会跟疾病无关。 唯一一点的,就是在疾病已衰老后面也有提到,唯一一点就是,这个异常形态有时候会太大,异常形态,然后它会造成患处体伤,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 简单的讲就是,这一个异常形态的果,然后已经影响到患处体伤的因,就是果影响因,再由因导致病症出来的果。 他的公式就是这样,那上次有讲,重情况高不高,其实也不高。 疾病有这种唯一可以跟疾病扯上关系的,只有这一点,那异常指数就不用讲,它是抽象,连提都不用提,这个等于是西医,把这个现象,然后来跟疾病尽量来牵扯,然后是一种说法而已。 实际上抽象的指数怎么会造成体伤,不会,那我们在异常形态也有说,好,即便它会影响到,那个患处体伤从而导致病症,即便是这样,但这些病症多属他处体伤啊,所以如果这个理论简单的讲, 其实在这一段已经隐含着,说疾病导致病症这种说法,大多数是错误的,所以因为多数是错误,所以你如果要开刀治疗癌肿瘤的时候,一定要 先按按原始点,看是不是真的是有肿瘤压迫,再来决定要不要手术,但很不幸的,西医除了这里如果让你破解了,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一直灌输民众就是,癌肿瘤是很要命的,是危险的,所以一定要立刻开刀,不管你有没有病,你身体健康也好,不健康也好,然后他会威胁,就像我刚刚讲, 你竟然检查出来已经到市集,那你如果不给我治疗,你很快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一般民众不了解啊,就开始走向,本来把老化的一个现象,就开始用生命来跟他做赌注,然后来当做一个抗癌的战士,西医疯给他们的,他们说你不要遇到癌就怕,要做抗癌的战士,要勇敢面对他, 但是很多很多的战士都是有气无悔的,凶多吉少的,我们看到,所以我常常会早期都会放西雅图的影片,西雅图那个子宫癌的影片,他29岁就被西医宣判死刑了,但那时候我遇到他,他已经多活了快50年了, 他活得蛮健康的,所以他反而逃离了西医说的,要赶快治疗,他反而放弃了,反而活下来,而这样的例子还不生美景,所以这里就有太多的盲点,那以原始点,我说疾病已衰老,几乎就可以看得出来,检查出来哪有那么多学问, 不外就是老跟病吧,那老,主治受损是病,那其他都是老,简单讲,肿瘤根本不会产生症状,如果会产生症状,为什么到第四级,他这个人还没有症状呢,这个说不通嘛,所以,这个已经看出,西医在诊断上,其实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好,我们就不用疾病已衰老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针对着他们的说法来看,也常常讲不通嘛,你说,癌肿瘤是由癌细胞来,然后又说每个人都有癌细胞,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得癌肿瘤,所以他就会要求怎么样,每个人都做检查,要及早发现,那等于一开始就,让人们开始恐惧,哎呀,你身体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也听过一个隐心,美国的一个隐心,他就是家族有乳癌的病史,他妈妈有,然后他根本没有检查出癌肿瘤,然后他就是害怕,以后会有癌肿瘤,然后就先把乳房这样割除掉,竟然还有这样,吓到这样的,那就是西医告诉我们的嘛,你叫我们每年去检查,干脆我觉得, 就没有了嘛,那没有了就不用检查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所以很多人就会被这样的,一套理论,然后,害怕到,随时都想检查,所以很多公司也是,每年都要健康检查啦,或是怎么样,好像是一个福利,那对我来讲,这个简直就是陷阱啦, 所以在疾病与衰老,这些都讲得很清楚,那如果说癌肿瘤那么可怕,为什么,很多人长到十几公分也不会怎么样,那我们也说,肿瘤绝对不会生出症状,果不生果嘛,这个也很清楚的一个概念,那不会,果不生果怎么还会死人,真正会死的是热能耗尽吧, 这个如果大家上一篇也看懂,那还有异常指数也是,你多高没有意义啊,因为他也不会造成体伤啊,所以也不需要治疗嘛,但西医就是在这里,你只要检查出什么,他唯一一点就是要说服你,给他们治疗, 那在台湾治这些癌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死亡历每年在开发中国家,癌死死的人数,也常常都是名列前茅,都是第一名,居多像台湾,已经好几年都是死一癌肿瘤第一名,那所以,加上西医的这种说法,然后又死了那么多人,他们一联合起来,所有民众都 恐慌了,他恐慌了,就以为癌肿瘤是很可怕的,事实上从原始点的角度,根本不是这一回事啊,所以前面讲了那么多,你们可以去西医看,我就不再多做解释,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些检查出来跟生死都没有关系,那人们为什么会怕癌肿?就是怕死啊,讲白的就是怕死,那西医常常就是用死来, 来让你害怕,啊害怕了就会照他们的要求去做,所以只要接触西医,我看没有人是快乐,检查出来不管你有没有,如果你今年没有了,你也先别高兴,因为也许明年检查就有了,所以每天都在担心害怕, 所以,这个西医的检查,我认为是一个很重大的陷阱,所以从疾病以衰老已经都讲那么轻了,我就不再多说了,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 其实异常形态的癌肿瘤与发白面皱一样,都是生命衰老败坏过程中自然会产生的现象,此现象只不过在提醒我们,体内代谢变差了,不良生活习惯该改变罢了,不可视同疾病,更非绝症。 因此,人绝非死于癌肿瘤,就像人绝非死于发白面皱一样,最后皆因热能耗尽,体力衰竭才走的。 既然生死与癌肿瘤无关,而是与热能体力有关,所以研判病情轻重好坏,不需参考癌肿瘤乃至癌指数的变化。 只需参考患者的体力变化即可,也就是当体力转佳,表示转微为安,不向坦途。 当体力转弱,则表示趋向恶化,步入险境。 由此可见,身体有无疾病,病情有无好转,自己就可断定,不需仪器检查。 此外,癌肿瘤是由患处体伤所致,所以通过按推原始痛点,即患处痛点,配合外热源温敷,即可解除症状,又可使癌肿瘤缩小,乃至消失。 然而不幸的是,民众在不知可自我诊疗的情况下去做检查。 而检查出来的癌肿瘤却不断地被夸大丑化成致命恶极,甚至有些医师会用此来威胁恐吓民众。 如果不接受手术或化疗,癌肿瘤会迅速恶化,最多只能活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等云云。 让诊断,原本是用来研判治病多久会好,如今却用来预测大线多久会治,使民众吓得半死。 每天活在死亡的阴影下,这哪是找回健康的开始,根本就是噩梦的开始。 好,这一段很明显的,就是也是用疾病以衰老这一篇来把它说清楚。 既然身体的变化不外就是老跟病,那我们讲,你病一定要有症跟状,没有,那其余的就可以断定这个就是老,譬如法白,法白它有没有症的不适感,功能混乱,体力虚弱,没有啊。 有没有症的组织受损,也不会啊,所以很明显这个白法或面咒都没有,那这个就是衰老。 那肿瘤不就是这个吗?它也没有症,也没有状,怎么会是病呢? 所以身体既然不是病就是老,那就是把肿瘤归到老了,不可能是病。 好,那既然是老,老那就是一个自然会产生的现象,哪一个人不老的? 生下来就注定每一天每一天,一天比一天老,那此现象,只是你如果老的比较快,比一般人快,人家说未老先衰啊,如果有这样现象,好像比如说你二三十岁你就开始掉爬了,那这个就是有一点未老先衰,或是体力已经变很差, 然后就长出很多的癌种流来了,假设那么年轻,那就代表一个什么样,你身体没有照顾好,才会未老先衰,但不是叫人家害怕,而是你身体变差了,就是代谢功能变差了,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定跟你错误的生活习惯有关,那你去找出错误的生活习惯把它纠正过来,自然身体 就会慢慢恢复正常,而不要把它当作一种疾病,甚至在西医的这种说法下,以为癌肿瘤就是绝症,马上检查出来,马上就要写 就是最后的交代,就是最后的交代后世,没有必要,但西医给人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里就会特别强调,他不但不是病,而且更谈不上是绝症,既然他癌只是衰老衰老不会死的, 其实再说疾病本身也不会死,最后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人没有体力,没有热能才会走,那很不幸的,我们竟然被误导到,他是一个绝症或是一个疾病的时候,那就是用一些破坏性来处理他,结果反而导致怎么样,我们越怕死,反而我们的热能消耗的越快, 体力就这样一步一步在化疗中,甚至一些不该,比如说放疗啊手术中,然后慢慢走到最后尽头,很多都是这样,所以最后这里提出就是癌肿瘤,他不会死人的,没有那么恐怖,会死就是吓死的,要不然就是错误的治疗才会死, 生死跟肿瘤无关了,而是跟体力有关,那这样我们在分析我们身体能不能活下来,因为我们之所以会去处理癌肿瘤,就是怕死,我相信,如果癌肿瘤,大家已经知道他不会死人, 谁还会愿意,每天去吃毒药,化疗药就是毒药,还有没有人愿意让身体去做大手术,然后整个体质破坏掉, 这个不大可能,那为什么民众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在西医的说法上,他们低头,他们以为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出来,其实人你有没有好,人不能活下去,就是看体力嘛, 那你现在被西医这样一说,你反而这些人够判断了,你没有,反而相信冷冰冰的仪器,就是那些数据啊,影片啊,然后来说服你, 会变成这样,那如果照我们原始点很简单嘛,那你体力好就是,这个就是好转啊,体力变差就是危险的嘛,那从同时你用这一个,这一项来看西医对你,到底是好还是坏,也马上可以, 看得出来嘛,如果你在手术化疗之后,然后体力越来越差,那不就是越治治疗越恶化了吗,那如果他手术化疗后, 而人体反而越来越健康,那不就代表好转吗,而跟好转与恶化是跟肿瘤无关的,不是看他大小多少,都不是的,因为他就是一个老化而已,那这样,民众如果真能理解,他怎么还会去检查,怎么还会掉入到西医的说法去, 根本就不会,所以这里就是,教大家来看什么叫好转,好坏,然后你自己就有办法判断,那原始点也教你怎么样把癌,如果真的有癌肿瘤,真的万一你也不懂已经去检查出来,那也有处理方法,癌肿瘤,一看就知道那个是状啊,异常形态啊,那状, 一定属患处体伤求治嘛,很明显,那患处体伤,是不是直接按推患处,不对,一定要先通过按推原始痛点,然后通过原始痛点之后,然后再来加强局部的患处,周围找出压痛点来按推,这样就可以了,那有一些在体内根本也不知道,那也没关系,就通过按推原始痛点, 就可以了,你如果不知道,你怕,比如说我刚刚举的,有些家他怕老母亲得过癌,他也怕,就把他割掉,这个不是好方法,这个,他直接可以在上背部按推找痛点就可以,如果有你先把他解决了,那就可以达到自卫病了, 原始点已经教你一些方法,但西医不是,会让人家很害怕,那原始点把这些方法都教给你们,然后如果确定有,然后可以再进一步找患处痛, 事实际上我在,去年在讲课的时候,也有一个肺癌的,我们课程中都有放,他也是啊,年纪,年纪稍大,也不是说很大,差不多六十左右吧, 然后他女儿也是西医嘛,然后叫他去检查,结果检查出废有阴影,那他女儿是叫他要用西医的方法,那他因为懂原始点,他不要啊,然后刚好,去年吧,我刚好去水上,台湾南部, 他,然后负责人叫他过来,然后我就跟他讲,你的处理方式就是脊椎两侧,我也没有叫他找患处痛点,然后温敷,然后忌寒凉,然后运动,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一套,我这样讲完他真的去落实,结果好像一两个月后,他再去检查,结果这个肿瘤就不见, 他很高兴,那西医看傻眼了,他说,这个如果是癌肿瘤不可能消失,但真的消失了,所以他们又改,是不是我们的检查又有个问题的,当说,所以类似这种我也听了蛮多,所以简单的讲,从诊断我们就有,那处理方法也有,也教各位,但是问题很多人根本懂, 知道原始点的,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极少数,所以大部分都会接受西医,甚至去检查,然后误以为这是唯一一条路,不幸的是民众,不知道可以这样做, 然后时间到了,就掉入陷阱,就是去检查,万一不幸又检查出来,然后西医一定又开始跟他说了,这个有多危险多危险, 我认为,我认为医师走到这样,其实,这个医学,走到这样也是,蛮堕落的,而且都是用一种比较恐吓性的理气来对民众, 他们都是以这样,然后把癌肿瘤塑造成非常危险,那他们最常见听到的,其实我自己也走过这一条路,所以我非常清楚,就像我太太, 刚说,他们检查出来,然后就说,你要赶快哦,我们要安排手术,要不然乳癌,很快会转移哦,吓得我们,因为第一次面临到,那时候,就完全听信息,那结果去,第一次割完,他又觉得割不干净,很快又安排第二次手术,那我说,干脆你第一次就可以, 这样把它割除干净,不就得了,他说,我也要先确定啊,是不是只有在这里,然后再看看淋巴有没有,结果又检查出淋巴,所以我们继续切割嘛,结果这样两次下来,我太太身体就垮了,然后垮了也没关系,还不到半年,我一直觉得,为什么他伤口一直没有议和, 就是好不了,再去检查,他又说另外一种话,检查出来,他说,癌肿瘤又复发,他已经切得那么干净,又从里面长出来,然后长出来不打紧,他还,再补一腔,跟我们说, 你太太,如果不化疗,应该半年左右就会准,如果化疗也活不了,顶多就是活一到两年,就是当场宣判死刑, 从他们刚开始,说哎呀,这个乳癌2B还蛮好治疗,然后经过才短短的不到半年,就翻脸如翻书啊,就马上宣判,所以这个过程中我都听过,也自己也经历过,所以, 谈到癌肿瘤,感受特别深,所以他们常常用这样来,叫患者,继续接受他们的治疗, 但他们有没有把握,他们心里清楚,其实这种致抑力都很差,但是他, 他们已经形成这样的庞大的,算是商业化的医疗,即便他们知道这样不是很好,我相信很多医师是知道的,他们会放弃吗? 我记得有,我在北京讲学的时候,有一个患者,他乳癌,然后来听我讲课,听完他似乎听懂,很高兴,就私底下来找我说, 他当时候被检查出来,癌肿瘤的时候,也很害怕,然后他就给主任,私底下塞一点红包给他,然后说你一定要告诉我,到底要不要化疗, 然后那个主任,人家说拿人钱财,以人消灾嘛,所以也就跟他讲他的真实心声,他说这样吧,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化疗,理由很简单,化疗他会伤害全身的, 他的鼻翼就像怎么样,你看癌肿瘤那么小,然后要吃那么多,长期吃化疗药,把整个体质破坏,就好像大炮打苍蝇一样,哇这个形象,我听患者这样讲,我第一次听到,我说还有一次这样形容,那这样讲法,每个人一听就懂了嘛, 那患者就说是这样,那他还特别交代,不过我是私底下跟你讲的,你不要跟主治医师讲啊,如果他叫你做化疗,那你就,就听听就好了,就照我的方式, 然后这个患者,果然在去找主治医师的时候,主治医师就是欠他一直要化疗, 然后他也知道了,因为主任已经跟他这样讲,私底下跟他这样讲, 然后但是他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个讲的对,他还是怀疑的,然后他来听我课,终于他心开意解,他说他知道哪一个人是在帮助我, 你看多少人能听到真实西医的声音,而西医那个真实的声音,他们会真实的说吗,他们即便看到已经治疗那么差了,他们会跟你讲老实话吗,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过程中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说西医常常会这样,而且他们的诊断也常常会助长这种说法,我们诊断像原始点的诊断就是,他累积了很多经验,所以当你得了什么病,我们大概就可以预测,你多久会好, 比如你是一个伤口破裂,那这个就简单嘛,三到七天一定会好,只是轻微的擦伤,那个就简单,或是你一个感冒,那就是也是三到七天内, 或是一些胃肠的一些急性病,那这个如果按推体伤,有时候一两天就好了,按推体伤,甚至给他温敷很快就会好,那如果是一些慢性病,体力比较差的, 他感冒可能会拖到七天到一个月,都有可能,有一些就是习惯性过敏啊,或是怎么样,他体质本身就很脏,又长期吃西药,脸色又脏白,那有时候一个感冒常常就拖个好几个礼拜,这样也有,体力比较差,但原始点也可以预测的出来,多久会好, 约裂啦,那如果,那如果比如骨折比较严重,那我们原始点也做过,一般都知道,那那个一般都是二十天到三十天内,那个就可以预合,那如果西医,他们就要两个月左右,一两个月, 因为他们没有温敷,还有按推这一个积极治疗的手段,那如果到了一些比较慢性病的, 那比如说在原始点就是像面无光泽啊,体力很差,这个要调养起来,都要一段时间,那我们是一到三个月, 所以也诊断简单来讲,就是来预测,这个病人多久会好,但很不幸的,西医刚好他们用,那个诊断,是常常用来预测,你大概多久会挂掉, 难怪民众会吓得半死,你看他们诊断出,你癌肿的第几期,就会跟你讲,你不治疗,只能活多久,然后,到了末期或转移,即便基于治疗,大概我看你也只能活多久,只是有治疗,会活得更久,没有治疗,又会怎么样,类似这样的话,那你听,听到这些话, 像我听了,我跟我太太当下,就受了很大的打击了,那这个哪是找回健康,根本去就, 从现在我回首看,我走过的那一段过程,这哪是去找健康啊,根本就是噩梦的开始, 就掉入这一个漩涡里面,所以我也是把这样,如实的,让大家了解,检查,这种诊疗方法,确实是有问题的, 再说,只要有生命,就会有癌,而癌从细胞到肿瘤,就像有头,就会有发,发会从黑到白一样,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癌肿瘤同白发一样,都是生命过程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白发既然无需除掉,对癌肿瘤又何必痛下杀手,而苦了自己呢? 而且杀了又长,长了又杀,如此反复地重创身体后,只会病得更重,死得更快。 所以这里不断地一直跟你强调,它只是一个衰老, 那如果衰老,你真的要治疗,也不用搁来搁去,这个会消耗热人的,严重破坏体质的, 那你可以学原始点,就按推大开关,温敷,然后配合运动,心情调整, 那这些也可以改善,为什么会走这一条路,让生命陷于危险中呢? 所以癌肿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新医的诊断与治疗, 比如一次断层扫描的辐射量是不同部位, 约略等于100到400张X光片, 穿刺,切片检查,又在伤口补上一刀, 让癌肿瘤进一步恶化,而手术、化疗、放疗的破坏性, 杀伤力更大,会使患者的热能严重消耗, 体力瞬间变差,甚至让器官衰竭,死亡加速。 即使侥幸挺过来,因身体已遭严重破坏, 若不努力改变生活方式, 以改善热能不足及体伤, 癌肿瘤很快就会复发扩散。 这雨把冰块敲碎,冰块暂时不见了, 但温度不变仍会结冰,是同一道理。 那这里就是告诉大家, 从诊断一开始, 就是一个破坏性的诊断了, 比如照X光片,断层扫描, 那个等于100到400张X光片, 在心医他们的说法, 这个都足以致癌啊, 他们也有研究这样的说法, 那穿刺切片检查, 那破坏性杀伤力, 也不哑一塌,甚至更严重。 你在伤口再去切它, 很容易让它恶化, 而且不容易修复, 这些都是蛮那个, 算是蛮对身体蛮大的伤害, 那下面这些伤害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如果你紧急僥倖停过来的话, 你还是要改善体质啊, 那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不改善体质, 而一定要遭受这样破坏, 再来努力想把身体补回来呢, 而且这里还有一些问题, 即便你侥幸补回来了, 调整回来, 但是经过这样大幅度的破坏, 我们常常, 尤其这十多年来, 我不断地接触各种癌, 就发现, 有做过手术化疗的, 放疗的人, 你再用原始点, 虽然也可以把它调整回来, 有些可以调整回来, 但是他的体质比一般人, 没有经过这样破坏的人, 更加脆弱, 哪一天他吃一点点寒凉, 或是心情部有一些变化, 马上整个身体就荡下来, 真是时有所见, 那一般没有做过这些手术化疗的人, 好像比较能够稳定下来, 而且恢复比较快, 所以当你做错了决定, 万一你做了, 已经被身体这样破坏, 以后要补回来, 真的很难, 所以我这里当然是用冰块来比喻, 你就像你环境都那么寒, 零下几度, 结果你只把冰块敲碎, 但周围的环境还是这么寒, 你敲碎有什么意思呢, 它还是结冰啊, 这里只是用这种比意还不够深刻, 为什么, 很简单, 它冰块在结合, 那你把它敲碎, 这个过程中本身对生命, 冰块可以这样说, 对身体生命来讲, 每一次的这样破坏, 都是一次严重的伤害, 所以如果, 我说这里用剥油救火, 就有一点比较接近, 你要救火, 结果你拿油去剥, 剥这个火, 那肯定火会更甚, 也就病得更重, 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相同的, 你不改善因, 不懂得重因, 一味的一直想重火, 然后重火的方式, 又是破坏性, 那当然就会破坏体伤跟热能不足, 是不足取的。 可见患处体伤所致之癌肿瘤, 是要从因下手, 不是从果下手。 西医处理癌肿瘤, 最大的过失就是从果治病, 比如用刀割除, 用药毒杀, 又放疗攻击, 或者不要进步, 想将它饿死。 这些赶尽杀绝的治疗方法, 都是从果下手, 语音无色。 有癌肿瘤属衰老而非疾病, 如此处理, 不仅破坏性大, 还超出致病范畴。 所以, 若不想被人为复杂的医疗方法制造奄奄一息, 痛不欲生, 那么, 最好是以自然简单的保健医疗方法从因处理。 一级在生活中, 通过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等, 积极地把体力调整好, 使自己活得有干劲, 有动力。 此外, 不仅要善用外内热源, 主要是以姜粉、姜粉泥或姜汤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还要按推原始痛点, 甚至换处痛点, 并配合其他外热源。 如此, 才能改善特定部位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 以达到有病可塑育疾病, 使患者转危为安, 无病可抗老增兽预防疾病, 甚至使癌肿瘤消失。 也唯有如此, 才能掌握健康的自主权。 毫无疑义, 这种崇尚自然, 尊重生命, 守护身体的生活化医学, 才是医疗与保健必走之路。 自病当然要崇匀, 崇匀就是从体伤热能不足来改善体质嘛。 然后身体本来就有自愈力修复力, 它会去修复的, 而不是去从像西医这样, 崇果下水。 所以它们西医最大的错误, 也是崇果下水。 它们就是崇果治病, 那崇果它们会无所不用其极的, 用尽各种方法来杀死, 癌肿瘤。 那这个是杀死的过程中是会严重破坏身体的, 前面也讲过我就不再多说, 我们继续看下面。 所以反过来说这样的治疗, 不只不能解决疾病啊, 因为即便你把它杀完, 西医常常讲, 你这样不代表还要追踪啊, 那追踪多久呢? 固定追踪, 他们说五年, 那这样就脱离危险期, 其实也未必啊, 你体质越来越差, 那就代表你走到终点站, 也就指日可待了, 怎么会好呢? 而且他们如果是好了, 为什么还要再继续追踪呢? 就代表他们也知道, 这样从果下手根本也不能改, 那个把癌肿瘤真正彻底解决嘛, 那这里也不,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 癌肿瘤不是疾病适老, 那你这样处理, 根本不是在治病啊, 已经超出治病范畴, 而且付出的代价又那么大, 罚不来啊, 所以下一段就提出了, 是不是要重因处理, 如果不想这样被破坏, 那最好当然就是用原始点, 这些这样处理的方法, 对癌肿瘤有没有帮助? 当然有帮助啊, 因为原始点, 他不止有病可以治病, 你有症状也可以处理, 那没病像肿瘤就是属衰老, 他也可以啊, 因为为什么? 他可以抗老征受预防疾病, 甚至还可以使癌肿瘤消失啊, 这些方法都可以做到, 而且更难得的是, 他所有的治法都可以在生活中就落实, 也就是你根本就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 健康的未来, 你要健康你就靠自己在生活中积极去落实, 而这一套完全没有破坏性, 是崇尚自然的, 也是尊重你生命的, 而且根本就是维护你身体的, 然后在生活中就又可以做得到, 这才是医疗与保健避走之路啊, 医疗当然原始点按推属医疗嘛, 那这些外内热源, 还有其他的运动方式啊, 心态啊, 那个休息就是都是属保健, 只是说很多患者到原始点来, 其实很多都已经被治疗到奄奄一息, 已经很绝望了才来, 那原始点要调理他们, 常常都要费劲很大功夫, 即便费劲了功夫, 如果他对原始点又不了解, 跑起来有些人又要去头牌送抱, 又回到西那里, 我早期就开始到美国推广原始点的时候, 就记得就是在洛杉矶, 那时候洛杉矶好像第一站吧, 就是遇到有一个肩皮瘤的, 我对他现在还印象深刻, 然后他已经很严重, 也在做化疗, 那听说他那个病, 这个癌肿瘤的人比较少, 然后刚好西医在试验一种新药, 所以可以帮他免费服务, 不过服务的结果他来, 第一眼我见到他, 真的是面无光泽, 那也吃不下, 完全没体力, 看起来就快挂掉这样, 所以他是推着轮椅进来的, 他太太帮他推进来, 情况非常危急, 那我就告诉他, 那时候洛杉矶, 我们就开始就是帮助这些患者, 我做给他们看, 早期讲课比较少, 大部分都实作比较多, 我就教他们怎么按推, 他怎么温敷, 然后要记寒凉, 那那一次的巡回演讲, 我走了十一周, 花了将近两个月, 将近两个月, 五十几天啊, 那是我第一次到美国, 就是也是待最久的一次, 那最后一站, 就是是芝加哥, 然后芝加哥要回台湾, 我们又坐飞机到洛杉矶来, 然后洛杉矶, 他们已经那时候已经时隔了, 差不多将近五十天了嘛, 那我回来, 第一个收获就是, 这一个奄奄一席的肩脾瘤患者, 他在听我们说的时候, 都默默地坐在那里, 脸色也变好, 也不再坐轮椅, 就像正常人一样, 然后人家讲不对, 他还会有时候, 坑枪有力站起来讲, 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看了, 哇怎么恢复那么快, 短短四五十天, 几乎看不出他大病一场, 所以那时候给我蛮大的信心, 那回台湾之后, 隔了一年, 再去美国, 结果他们的志工就跟我讲, 他已经挂了, 说怎么可能, 那时候好的情况, 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 怎么可能会死呢, 那他们就跟我讲, 实情是这样, 他说, 他好了之后, 也当志工, 也帮忙人, 但是他觉得, 当时候, 就是化疗的时候, 没有把癌细胞, 癌肿瘤杀死, 他觉得还是蛮遗憾的, 所以他现在体力有了, 当时候已经奄奄一息, 西医也觉得不用化疗了, 化疗杀死癌肿瘤, 因为命都快没了, 所以就停下来, 没有做化疗, 那现在他觉得他体力恢复了, 所以他跟他老婆讲, 他体力好了就应该要去化疗, 把这些癌细胞, 癌肿瘤都全部把它杀干净, 结果他太太一直劝他, 他也不听, 然后结果去, 差不多短短好像一个多月, 还是两个月左右, 我听他们讲, 就这样挂了, 本来好好的, 结果又回到西医, 所以我常常想, 有时候如果患者对原始点不了解, 你把他医到再好, 他都有可能去西医呢, 然后西医讲的又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是破坏性, 我们是给他补充热源, 然后保护他的身体, 让他产生自我的修复力, 两种是不一样的道路, 那更多的患者是, 甚至表面来原始点, 暗地又跟西医怎么样, 暗通团取, 然后来来回回,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有时候患者就会不自觉地讲出来, 我问他, 你真的相信原始点, 我相信他, 所以我一定用原始点, 我说要温敷, 要喝酱汤, 要运动, 他说我一定做到, 结果竟然隔一段时间, 跟我怎么讲, 他说, 最近我不喝姜汤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西医跟我讲, 他说喝姜汤, 会补到癌肿瘤啊, 所以不能喝啊, 我才知道原来他表面来基金会, 原来私底下又跟西医, 原来有这样紧密的接触, 那自己就有一点感觉, 好像自己又被当小三丸了, 人家根本不是把你当正宫, 原来他是把西医, 才是当为唯一, 所以西医一句话, 他就可以不喝姜汤, 那我说好啊, 那你相信西医, 你干嘛要回来问, 他说, 但江汤是你叫我喝的, 我总要知道, 西医, 这样讲真的对吗, 所以当然我的答案还是老实跟他讲, 我说当然是对的, 他一听, 难怪, 所以我说, 你真的决定不喝了吗, 他说对啊, 因为西医竟然说对了, 我干嘛一定还要喝, 我只是来这里再确定一下, 那我当然对的理由, 我也跟他讲, 我说因为很简单嘛, 江没有长眼睛啊, 他不可能知道, 你要补的是身体, 而不是要补癌肿瘤, 因为他进去通补嘛, 就像西医的化疗药, 他进去, 他也没有长眼睛啊, 所以他不可能只杀癌肿瘤啊, 癌细胞, 而不杀你的好细胞啊, 那是不可能, 所以西医是通杀, 那我这一部分是通补, 所以西医当然没有讲错啊, 所以我问他, 真的你下定决心, 他说对啊, 我不喝江汤, 我说如果你是在这种情况下, 而不喝, 那我的建议当然, 我就建议他, 那你说有什么不补到癌肿瘤, 我看也很难, 所以我说你江汤可以不喝, 那如果真的要把癌肿瘤, 癌肿瘤饿死, 那我建议他, 那你饭也不应该吃, 菜也不应该吃, 那因为你吃了这些, 你还是会补到癌肿瘤, 好, 那你想把癌肿瘤饿死, 这些都不吃, 我看是你先死, 还是癌肿瘤先死, 我常常就这样问患者, 让他们去反思吧, 所以我也不知道西医他们很多, 他们说人生也不能补, 我现在也听很多患者去, 就是我叫他们要喝姜汤生汤到西医, 他说这个都会补到癌肿瘤, 他们有做实验, 所以我常常讲, 如果患者对原始点不了解, 你怎么样帮助他没有用, 他常常是脚踏两条船, 那最后呢, 如果失败了, 他又会怪, 所以学原始点, 要救人, 但也要有智慧, 好, 我们在最后把最后一段也念完, 总之癌肿瘤既非症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 即体力虚弱, 也非壮的组织受损, 可见是老而非病, 故不可将其作为治疗疾病的对象, 有癌肿瘤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可见是果而非因, 故不可将其作为诊断病因的依据, 否则就会犯了老病不分, 即倒果为因的过失, 其余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亦应作如是观。 这是最后的结论, 就是癌肿瘤它不是症也不是状, 那既非症也非状, 那很显然就是除老了, 也不是病了, 那当然就不可将其作为治疗疾病的对象, 我们医学要治疗的就是疾病, 又不是要治疗衰老, 所以这个就, 这个已经超出医疗治病范畴, 很明显, 那再来癌肿瘤, 它是属果还是因, 当然它是果而非因嘛, 因为检查出来, 在疾病以衰老都有讲, 不可能因是可以检查出来, 因是抽象, 怎么照得到, 也不是数据人显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癌肿瘤本身, 它又是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导致, 那明显就是果而非因嘛, 所以你把这个检查出来的癌肿瘤, 当作疾病之因, 那也是错, 所以这两个都是有问题, 所以最后, 如果你犯了这个这样诊疗上的错, 会导致怎么样, 那这个就老病不分, 因为它不是疾病本身嘛, 那你老都不分, 那就不应该治疗的, 你也把它治疗了, 那还有会犯了什么, 倒果为因, 本来它是果, 你却把它当作因, 西医说这个你哪里有症状, 就是因为它引起的, 它压迫引起的, 所以这些, 你如果接受了西医这样的说法, 你就会犯了这两种错, 那其余,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包括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也应该这样来观察, 他们的诊断是真的出了大问题的, 有没有在座不怕癌症的, 不怕癌症的也有, 真的, 你们不怕得到癌症是吗, 我已经犯过癌症, 你已经得过了, 免疫了, 不怕, 癌症不可怕, 你得过几年了, 46年了, 你有癌症46年了, 那你能不能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你不怕癌症, 因为你的扣很高兴, 我是29岁的时候, 得过那个子宫癌, 那时候医生说, 我只有六个月的命, 因为我是当老师的, 那我说好吧, 那六个月, 我这六个刚好暑假, 我都去玩了六个月, 结果回来以后呢, 没事, 那就过了两年, 又更没事, 我是当时吃了一点, 他化疗吃那个药片而已, 没有吃什么药, 但是呢, 从此以后, 我觉得我这个是, 我活下来是多余的, 所以我很快乐, 我现在是在我们华州的, 华人防癌协会里边当理事, 这是因为用我自己的例子, 我也看到很多癌症, 并不像人家说的那么可怕, 他们都活过来了, 这里也有啊, 那个辉光啊, 他也是很精神活着, 他们都去跳舞啊, 唱歌啊, 现在活得很快乐, 所以我就都不合了, 哦, 你是走过来的, 这太好了, 那这一段可以转播吗, 不需要了, 我现在78岁, 我觉得哦, 你竟然是在防癌协会, 就是有责任, 用你的生命, 告诉其他癌症的人, 叫他们怎么像你一样, 活出来, 所以你应该是一个活教材, 更应该播, 所以我帮你播, 但如果你觉得你的脸没有长得我帅, 你放心, 还像马赛克, 你就罢了, 但是如果你有自信, 因为人, 说实在, 一生能够贡献给这人类的不多, 我一直在觉得, 所以我到这个年龄, 常常有一种感觉, 我现在不是要拥有些什么, 而是我在走的时候, 我能留给后一代些什么, 重点在这, 这真的是我的新生, 如果你们要问我, 我真的, 所以, 如果你能够用你的生命, 给后代一些启发, 让他们知道, 哎, 癌症不可怕, 可以活得更久, 如果我今天不把你这一段转播, 是你的损失, 是啦, 你要晓得, 我是在帮你, 你是在防癌协会, 我是在帮你推广, 是啊, 那你怎么会忌解我, 怎么舍得忌解我, 是啦, 所以可以不可以播, 可以哦, 要不要马赛克, 不用哦, 对啊, 本来就不要, 我从来也没有人叫他们, 访问我, 把我马赛克, 我从来没有, 哦, 我真的, 感冒了, 我的同事, 到处都感冒了, 我说, 我就是不会感冒, 哈哈, 我就没有感冒, 因为我比较喜欢, 运动, 我喜欢游泳, 我游泳游的很好, 哦, 哦, 所以我感觉我自己有抵抗力, 我肺活量很好, 我体力也很好, 所以我从来, 来到美国以后, 人家就要打防疫症, 我都不打了, 我也没有感冒的, 哦, 我真的, 很佩服你的任务理论, 我也是到处跟妖人家说, 吃浆, 喝浆水, 哦, 真的哦, 我不认识你啊, 但是我自己有这个体会, 是哦, 有时流鼻水就喝浆汤, 喝浆水, 他们都熬了, 原来我们是同路人, 哈哈, 哈哈, 相见恨,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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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哇, 谢谢你的见证, 哇, 他是用生命来见证, 他还是武师哦, 教他的, 教继武的老师哦, 哦, 是哦, 我又说他那是, 那, 那以后你教我, 我跟你武一曲, 哈哈, 哈哈, 反正我活得很快活就是了, 我喜欢打篮球, 喜欢游泳, 啊, 还教跳那个Ballon Dance, 就是那个, 教育武, 现在很多西雅图的那个, 网络的年轻的都认识, 哦,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快乐一点, 所以我学会很多东西, 我还教中国节, 还教得很好, 哦, 哦, 都才都一啊, 哦, 对啊, 人就是要像你这样活, 哇, 你这个见证很有力啊, 哦, 感谢你, 感谢你分享你的, 感谢你,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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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做这个, 这个西雅我要学了以后, 马上就要帮我们一个老人家做这个, 他要进医院搁这个, 虎翅, 哦, 我刚刚还跟那位老师联络了, 就要带他来, 星期六要带他来, 对, 我学会了, 我还要帮他, 哇, 哇, 你看哦, 年已经几岁了, 你说, 七十八, 七十八还要帮助人哦, 有没有听到, 哦, 这个不简单啊, 我给你学, 我给你学,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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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生命活得有光有热, 胆管癌案例, 梁先生73岁, 驻美国旧金山, 2011年检查出罹患胆管癌, 动手术割了胆, 因为胰脏大肠未有感染, 也割了一部分, 手术后做了半年的化疗和电疗, 2013年癌细胞原位复发, 再做化疗和电疗, 这一次做完化疗后, 体力严重衰退, 体重减轻, 食欲不振, 而且手脚变黑, 2014年2月20号, 第一次到推广点, 脸色发黑, 化疗和电疗的副作用, 手心手背都变黑, 脚底和指甲也严重变形发黑, 2014年2月20号, 开始接受按推, 一星期三次, 太太也学手法, 每天帮先生按推, 温敷煮浸浆水, 两个星期后, 志工拍摄脸部和手脚都不再那么黑, 体力也逐渐好转, 两个星期就看到效果,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后, 手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后, 脚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的变化, 梁先生更加有信心, 半年后体力大幅改善, 复诊检验报告, 一切正常, 半年前发黑的手, 半年后红润正常的手, 半年前变形的脚及指甲, 半年后恢复正常的脚, 半年前的气色, 半年后气色红润, 一年多了, 姜水按推温敷运动都没有间断, 每星期还是到原始点的推广点报到, 现在体力很好, 能吃能睡, 感恩张医师发明原始点造福, 病苦的人, 更感谢志工们为他服务, 一年多的无私奉献与爱心, 2017年9月, 后续追踪, 2014年2月, 开始做原始点至今, 坚持运动, 身体越来越好, 肥好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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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运动, 他运动很精华, 他很配合, 全靠运动啊, 全靠运动, 我姓梁的, 我一四年患了癌症, 脚和手都黑, 我来了原始点帮我治疗, 我现在这几年都没有复发很好, 我好多谢原始点对我的医疗, 我多谢三位, 血癌案例, 从今年的1月6号开始, 从晚上流鼻血, 然后流到隔天, 然后隔天之后, 我爸就带我去医院检查, 因为小诊所没有开, 所以就到大医院, 然后大医院就是要抽血嘛, 检验出来就是白血球八万, 后来又送急诊之后, 又在检查一次, 变四十几万, 然后来到台北原始点, 做重症咨询之后就, 每天早上九点十点去爬山, 然后中午就回来休息一下, 然后下午看张艺师的光碟, 然后就按推, 温敷和姜堂, 回家在正常的作息, 从刚开始, 刚来的时候, 我只要爬楼梯爬一两分钟就很喘, 然后到了第五周的时候, 就可以登上一千九百五公尺的九五峰, 然后一直到现在, 体力都还在继续恢复当中, 直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 现在假日的时候, 就会从内湖, 然后走三路, 一路走到故宫去, 全长大约两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累, 到晚上的时候, 还去逛视频夜市, 去年一月, 我儿子帮你许币, 那七月在, 7月底的时候是病危通知的 病危通知好不容易一个礼拜后到二次出了病 那时候他拜托命 那我扯一支说我帮你听一听 他有没有那个上大号小号都在床上 因为他没办法下床 那我跟他说他说下床要上厕所 那我说好下床 那我帮他走 那有一天上厕所我要帮他签送 不用钱 那上厕所回来跟他说这什么东西 你会教我 我说哎呀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我会这个东西 那我到台北上中正咨询的时候找张艺兴 张艺兴说那你学多久 我认识五六年 而且我自己学我都不相信 结果一路上走过来 真的原始天很好 很神奇 谢谢张艺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